你知道恐怖的核辐射究竟长什么样子吗? 有人将7-210放在实验箱中 竟然能用肉眼之间观察到核辐射的真实面目 其实我们能够接触到核辐射 恐怕也不会有人愿意上前多看一眼 谁都知道核辐射意味着对身体的侵害 造成身体罹患癌症甚至出现变异 但是国外就有人尝试用实验来展示核辐射 并且需要的工具并不复杂 只要一个叫做云式的实验箱 甚至人人都可以用简单的工具来制造 具体的实验是这样的 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箱子底部放上海绵 并且喷洒上一些酒精 然后在另一个箱子上放上干冰 用涂抹上酒精的钙板将其封闭 并且在其上放置重要的实验对象 千210 它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放射出来的射线与核辐射类似 所以用它可以观察与核辐射同样的辐射现象 而在放置好千210之后 需要将底部带有酒精海绵的箱子倒扣在上面 等待40个小时 让其中不断有云雾产生 然后将整个实验装置放置在黑暗的环境中 再用光源去照射透明的塑料箱 你就会惊讶地发现 在灯光之下一道道细小的白丝 在空中不断地呈现放射状游走 类似于雪花的结晶一样 而不断运动的白色丝线就是核辐射的运动轨迹 可能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核辐射不一样 它并没有呈现各种带有危险信号的红绿色刺眼光芒 甚至不仔细看都很难发现这些放射的白线 但是看不见的往往却是最危险的 像紫外线红外线这些可以肉眼轻而易举看到的射线 其实恰恰是最没有危险的非电力辐射 而非电力辐射是相对于核辐射这样的电力辐射来说的 它最多只能让物质内部的粒子产生波动 产生一定的温度升高 却并不会使得粒子辐射出去 相反像核辐射这样的电力辐射 却能够将微观粒子散射出去形成射线 而辐射本身也就是高能的超微粒子 核爆炸之所以能够产生核辐射 就是因为高能的核聚变或裂变 让原子核中的质子或中子的粒子散射出去 形成了射线 也就是核辐射 利用这样简易的云式实验 把7210放进实验箱中 我们就能亲眼看见核辐射的轨迹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本来核辐射和放射物质发出的射线虽然非常危险 但是肉眼却无法观察 也就无法通过感知进行规避 所以遭遇核辐射的生物 都是在潜移默化中 逐渐受到侵害产生病变 而小鹅通过实验观察辐射 就要利用干冰形成的巨大温差 加上酒精易毁发的特性 在云式这样的饰演箱中 形成了雾化的水蒸气 而具有放射性的物质7210 在其中发出的射线 让水蒸气产生了电离 不断的击打雾气 形成一个个的核点 而这些核点作为凝聚核 将酒精蒸气凝聚在上面 并且由于辐射射线的 不断离散运动 将这些核点连续性能 连在了一起 所以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 核辐射的粒子本身 而是其受外界环境影响 产生的一道道运动轨迹 最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一现象 观察射线和粒子的 便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汤姆生·威尔逊 他在1896年 发明了最早的粒子路径探测器 所以这个设备又被称为 威尔逊云式 原理就和 使用干冰和酒精制作的 云是类似 他用这个设备 发现了大量的粒子 值得一提的是 威尔逊不仅 自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而且培养了 包括儿子在内的 几百个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其中除了他自己和儿子 还有另外八个学生 都获得了诺威尔奖 而通过物理学家 不断的研究发现 核辐射总共存在三种射线 分别是α、β和γ α射线主要就是 原子核中分离出去的氦核 由两个中子和两个质子组成 而如果是中子 再分裂成质子和电子 并且电子不断分离散射出去 形成的电子流 便是β射线 至于γ射线 则是原子核内部的质子和电子 在分离的过程中 又无法分离出去时 产生的波长极短的高能电磁波 尽管这三种射线的 穿透能力不同 但是不约而同的 对人体都会产生伤害 也就让我们对这种 看不见的辐射更加恐惧 通过云式实验 可以观察到可怕的核辐射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依旧无法亲眼所见 那既然看不见核辐射 我们又该如何去避免它呢 利用云式观察核辐射的实验 虽然简单 但是并不是检测核辐射 最好的方式 仅仅是一个观察的方法而已 通常检测核辐射 使用的是专业的仪器 虽然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会配备这样的设备 但是只要不是从事相关实验 和在核电厂工作的人员 生活中 我们也不太可能遇到核辐射 核辐射的普通人宋学文 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捡到了一条奇怪的钥匙链 并且将它放在了裤子的口袋中 这让他不仅仅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后 就出现了头晕呕吐的现象 并且在经历了七次大手术之后 依旧需要双腿截肢 手臂截肢 但宋学文最终还是在2019年去世 可见核辐射的伤害威力巨大 其实根据核辐射三种射线 穿透能力的大小 伤害程度也是从 αβγ三种射线依次增加 其中α射线无法穿透皮肤 但是如果从内部进入人体 同样能够造成细胞矮变 通常情况下 一般的防护设备就可以阻挡 甚至一张尺都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 而β射线的穿透能力稍微强一些 被照射能够引起皮肤的烧灼伤害 但是只要不进入人体 危害通常不大 但是γ射线的穿透力最强 只需要外部的照射就可以进入人体 而身体的细胞受到这样的辐射 其中DNA就容易产生基因变异 不仅自身受到影响 甚至会遗传到下一代 导致身体缺陷 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核辐射危害事件 就是切尔诺贝利和泄楼事故 它产生的核辐射伎量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00倍 之后尽管进行了紧急的撤离 也造成了9万人死亡和27万人患癌 所以想要避免核辐射最好的办法 就是远离辐射源